古今風雲人物 梁武帝 蕭顯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梁朝滅亡 侯境之亂平定後 蕭逆宣布在荊州江陵稱帝 改年號為成勝 史稱蕭逆為梁元帝 陳霸仙因貢官拜貞魯將軍 開府兒童三師封師空領揚州次使 鎮守京口 王爭辯奉梁元帝第九子 晉安王蕭芳志鎮守健康 不過太平的日子並不長久 成勝三年即是公元554年 世偽應燒賊請求出兵為卿報仇 世偽大將楊宗領兵南下攻破江陵 梁元帝自焚而死 消息傳道健康 陳霸仙和王爭辯請王子晉安王蕭芳志繼承帝位清梁王 成勝四年北齊附籍梁帝的侄蕭冤明為梁帝 並準備出兵護送梁帝反健康登位 以向王爭辯施押 王爭辯決定迎立蕭冤明 陳霸仙苦勸力左無效 雙方火拼 後來陳霸仙誅殺王爭辯立蕭芳志為帝 並出兵擊退北齊侵略軍 其後掃平王爭辯如黨的反抗 進著陳王 太平二年即是公元557年 梁京帝善惠比陳霸仙 最終陳霸仙開創南朝最後一個王朝 陳朝 史稱陳武帝 古錦鋒雲又和大家見面 我是張偉國 我是羅永生 大家好 繼續講梁武帝消遣的故事 也是最後一集 上個禮拜我們講到梁武帝都崩了天 是呀 侯景之亂 搞了四年那麼多 其實是 在首都裏面搞到亂出八糟 死了很多人 據說侯景攻入台城的時候 不夠樓梯沒有樓梯上 怎麼登城呢 攻不破城牆 將死屍踏上去 踩著死屍上去 踩著死屍就翻過城牆 軍人當然是 所以當時死的人就太多了 很恐怖 而當然梁武帝被困台城 後來又餓死 他的太子蕭剛被擁立 但是最後結果 又被揮 又被揮 那情況之下 那些兄弟 擁兵 坐鎮長江的上游 但是按兵不動 虎視眈眈 等待時機 自己稱帝 那情況之下 實在太悲情了 但是 居然有人真的起兵勤王 那是誰呢 那個人叫陳霸仙 和王爭辯 陳霸仙是甚麼人呢 他是一個軍人出身 是 自稱就是這個名門妄足 嘗試就不是了 武帝等的 行五出身 行五出身 軍人 那在梁武帝後期的時候 大概是中大同等一年間的時候 我們發生了一件事 原來當時的越南 是屬於中國叫膠洲 當時有很多部落在那裡 有很多漢人移居到膠洲之後 落地生根 於是成為當地的好族 成為一些土豪 其中有一個土豪 叫李濱 跟很多當地各種地方的土豪聯絡 然後起兵反叛 叫梁朝已經 勢力已經逐漸衰落 起兵反叛 自稱皇帝 在越南歷史裡面 叫做李南帝 越南的其中一個 早期的歷史人物 越南把他綁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當然 你這樣叛变的話 梁朝就一定要討伐 中原皇帝一定討伐 派陳派先 陳派先做這個所謂的 郭州司馬 領兵來討伐李濱 還有很多當地的 越南的土豪 陳派先在這個越南 打了七年仗 七年 互有公審 最後結果 將李濱 圍困在一個小地方裡面 最後結果李濱病死了 而陳派先繼續進剿其他反叛的越南的部落 於是陳派先立了蓋世的軍官 並且訓練了一支強勁的軍隊 大家知道 當時南方兩港越南 所謂山林仗氣 一般北方人去到 都沒命回來 陳派先能夠在那裡 不但能夠站穩陣腳 並且徵戰七年 土平了當地的叛亂 確實是一方人才 不知道是這樣 為什麼呢 他的軍人裡面 得到當時廣東省 今天廣東省的土豬 西部的高梁郡 一個女郵長 這個郵長是女人 叫做閃夫人的幫助 幫他號召了很多 今天廣東境內的 當地的南韓 我們認不認識他的後裔呢 不知道 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廣東的蠻人數量很多 後來逐漸同化 閃夫人很尊重陳派先 替他提供了很多藏丁 加入他的軍隊 所以陳派先的徽夏裡面 有很多所謂的蠻兵蠻將在那裡 成為陳派先起家的一支很重要的實力部隊 陳派先收到這個朝廷的勤王的詔書之後 朱師傅就匆匆忙忙 廢軍北上 廢軍北上 經過江西 那時候建康已經改了一條換代 因為侯境廢了這個蕭洞 自立為王 稱為南漢皇帝 改緣為太子 並追認七代祖宗 七代東海的名臣 侯霸當自己的祖先 朱師傅肯定是假的 他是鮮卑人 主要是侯莫陳的姓 於是追認七代祖宗 如何追認 他說過投降給他那些奸臣 即是梁朝的奸臣 獻祭 自己作七個人名臣 這樣就可以了 於是侯境 硬硬作七個人名臣 然後作為開了太廟 沒錯 因為侯霸在東海晚年 位置師徒三公之手 對 東海晚年都是一方的名臣 史書是有他的轉 所以侯境就附會 自己是侯霸之後 但是侯境坐得不好穩 因為陳霸師的軍隊 已經有領纜到北上 首先到江西 當時鎮守江西的高官 就是王爭辯 有關王爭辯 有個典故跟他有關 少年的時候喜歡畫畫 在牆壁上畫了一條龍 但為何不畫眼 後來有個高人幫他點了一隻龍的眼 飛走了 典故就是畫龍點精 是啊 這是傳說 但是現在人都是這樣 我們要沒有龍沒有絲的時候 最後點了精 龍就絲了更生猛 沒錯 這個就是當時的典故 王爭辯就帶領軍隊鎮守江西省 由嶺南北上一定要到江西 古代來說就是這樣的 經過梅嶺 然後到達江西 於是兩支軍隊合作 然後攻打侯境 侯境看到真的有軍隊來打他 他自己手下暴力仗 其實就不是很強的 很多的 於是樂方而逃 一路走 走了之後 最後就被人捉了 據史書記者 當時樂方而逃被黃爭辯捉了 黃爭辯很殘酷 斬了雙手 交給當時北齊 北齊的皇帝高陽 因為高寬 高程被人殺了 被廚子殺了 有些學者說 那個廚子是高陽派去的 這個不要管他 把他的手呈獻給高陽 而他斬了他的頭 就送回江陵 然後把他的屍體 即是沒有了手 沒有了頭 只剩下腳和身軀 就在健康那裡捕屍 讓當時健康的神民 所以這個反賊 最後一個這樣的結局 黃爭辯權勢很大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幾方的勢力 沒錯 為什麼呢 建康城是黃爭辯和陳霸仙的勢力 陳霸仙於是繼續揮軍北上 過到長江那邊掃蕩 為什麼呢 東衛軍隊打過來了 北齊的軍隊打過來了 所以就掃蕩北齊 進侵長江以北的勢力 陳霸仙就掃蕩他 於是另外呢 長江上游 這個雙東王蕭逆 就乘機這次機會 自稱皇帝 沒錯 自己做了皇帝 在江陵 今天的荊州職位 後來叫做梁元帝 梁元帝沒錯 蕭逆 他的侄哥 就是蕭明太子的兒子 蕭賊 又不服他 於是在襄陽 又有另立政權 你想想 這個梁朝一崩潰 後景一敗陣之後 幾方的勢力 爭著割據清帝 這個侯境之亂的另一個 打擊 除了對梁朝一 也對一些瞞罰打擊很大的 因為據史水記者 這個侯境曾經求婚於狼爺王氏 陳群謝氏這些大家族 但是被他們遠距了 因為看不起來自鮮卑的侯境 於是侯境老修成路 是吧 因為當時據史書記者 侯境向皇帝 請婚的時候 皇帝說 皇帝高門非有 可於誅張以下仿之 即是說你不配我們 所以這時候侯境相當震怒 於是對濟留於南朝的高門大眾 採取了所謂殺戮的政策 打擊甚大 我們說從此 歷史上 我們說 狼爺王氏 陳郡謝氏 都可以說從此灰飛煙滅了 是啊 所以後來到唐朝的時候 這個大使人劉宇錫 就說 舊是王謝唐子煙 沒錯 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個就是烏衣行 這個就是世家大族 沒錯 你可以看到侯境之亂 對整個的南朝 打擊很大 沒錯 不過另外還有一件事 要提一提 就是原來梁武帝在位 四十幾年五十年之間 是提拔了很多 韓門的子弟做官員 所以這個也是 他如何提拔考試 通過考試的模式 當然考試是不規整的 又沒有一個叫什麼 嚴格的考選制度 總之皇帝就叫人 貢獻一些優秀的子弟 經過考試之後 合格 就可以任命你做官 這個就是後來科舉制度的先聲 是啊 有些學者也說 後來徐文帝 開黃年間廢了九品宗證 考試來取是 應該跟這個有關係 是啊 因為其實現在 學界研究科舉 都是有幾個說法的 有些說跟梁武帝 有些說徐文帝 如果最早 我們說應該是梁武帝 應該是有這樣的所謂可能性 但是他那時候 還不是科舉的 考試啦 只不過是用考試的形式 而不再是世家 世家大途裡面是選拔 沒錯 因為可以給一條 新的門徑給其他人 那這個是 梁朝的一個創舉 另外就是對這個 我們所謂中央的制度 三省制 三省制 有一個的整頓 是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這個唐朝的制度 是定立了一些規模 是啊 我們經常說 譬如著名學者陳仁確先生 他說 徐唐的制度有三個來源 一個就是北魏和北齊的漢魏之狗 一個就是南朝的梁塵系統 一個就是北周本身的虎兵 那南朝梁塵系統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張先生說的 三省制的中下級官員 完善了中下級官員 我就研究這方面 譬如我們說 吸氏中啊 中書社人的職能 都是在這方面完善的 我們說 是啊 為什麼呢 我們一個政府龐大的行政架構 我們不可以只是高門大族 在高位大官做事 沒錯 下面一定要有很多 我們叫做里員 還有那些叫輔助的官員 中下級官員 那這些官員的來源呢 是什麼人呢 就是韓門子弟 以前的韓門子弟 但是韓門子弟 你要經過考選 那就可以逐點進升 沒錯 這個是梁武帝的突破 令到所有的高門大族 不可以完全再壟斷最高層的職位 一來因為那些高門大族 壟斷了譬如三省那些高官 譬如哪些 我們說中書寧 時中啊 尚書博役那些 但是這些是阿頭 還有下面的人要做事 但是那些官員 又不屑做中下級職位 於是 中下級職位就負責起草 負責草議 我們說起草給上級去批 那些高門大族不願意做 於是梁武帝 就塞一些韓門下去 結果那些人就掌握了權力 因為他們整個政策的制定 起草和草議 都是由他們負責 譬如中書寧人 起草召令 幾個起草 然後給侍郎 給中書寧郎 給中書寧去審議 那些決定 重重修訂 其實現在 我們政府部門裏面 那些程序都是這樣的 審某學校裏面都是這樣的 你猜真的永遠就是 校長做完 沒有可能的 不可能的 也不會是主任做完 那些年輕人做一下 那些時候 層層修訂 然後層層批拼 最後開會 拿上桌面的時候 然後被人審查 審閱了之後 然後發還 你們處理 其實這個過程 在梁朝的時候 是慢慢建立了一個比較嚴格的體制 沒錯 所以我如果讀歷史的時候 就要知道 制度從何而來 而不是說怎樣 從天上跌下來 天壞間就沒有這麼簡單的事 但是當然 我們教科書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一定不講 但是還有一樣 就是我們這個歷史的一個演變 其實就是一個慢慢發展出來的過程 梁朝其實是有一個成先啟後的作用 沒錯 雖然他後世 在梁武帝晚年的時候 非常糊塗 而且還有怎樣 衰收尾 但是他訂立下來 很多體制 後來都成計了 但是可想政治和軍事上面 梁武帝一去之後 整個南朝 可以說江河日下 北強南勇的形勢已經明確了 南朝沒有辦法可以統一到北方 而北方只要北方歸於平靜之下 北方以雷霆萬軍之勢南下 指日可待 所以梁武帝駕崩之後 其實整個南北的形勢可以說逆轉 北強南弱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所以過了幾十年 果然徐文帝就可以同一天下 來自北朝 徐文帝 衝衝即為 然後由他的侄陳倩 繼位成為新的皇帝 陳文帝 於是侄哥又跟他一起打天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衝衝建立了陳朝 陳朝有幾樣東西失去了 第一 陳霸仙領兵勤王的時候 澳洲人繼續半變 所以澳洲人又再次半獨立 半獨立 後來到了徐文帝的時候 派大軍去評定澳洲 重新將澳洲立日中原統治之後 長江以北 我們上幾回跟大家提到的 梁武帝最頂盛的時候 那個版圖很遼富 淮河以北 但現在不就是淮河以北 淮河以南都沒有了 以長江做天險 所以沒有屏障了 因為他回去散衛 北人一過長江 就無險可守了 因為以隔江為所謂國界 之前還有江華的屏障 還有長江的上游 京洲是銷役還在這裡 沒錯 銷役在這裡 銷役因為他打不過陳霸仙 於是就向北周投降 北周就封他做快女皇帝 而且就把銷役 限制他在一個很合宅的城市裡面 變成了一個城市的國家 於是這個銷役無可奈何 只能夠接種這個條件 最後結果呢 因為這個北周是不聽話 不得銷役不聽話 於是派一個大將 領兵來攻打銷役 這個大將叫楊宗 楊宗一舉就把銷役滅了 在銷役打敗仗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很壞的事 他很喜歡讀書 寫了一本書 《金流子》 一個百科傳書來的 誰知道到楊宗冰臨城瓦的時候 銷了一本書 他就說 讀這麼多書也沒用 幫不了我的 於是就放火燒費數 所以後世人對這件事頗猶炭 甚至清代很多學者 防夫知都說過 這件事是文化浩劫來的 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張天下的書 其實當時以南朝的勢力 在石垣庫庫書 張天下的典籍是盡了一路 盡歸於其下 但是結果幾十萬卷的書 被燒了 但是以前是沒有印刷的 只是手抄本的 燒了沒有就是沒有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因為他用王室的力量 搜集了書 數以萬卷計 其他人手上是沒有的 要視乎有很多 已經沽本的書 就被燒役 這場的浩劫 一把火就燒了 更厲害 比當年唐宇的燒阿房宮 我們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們在歷史上來說 這個梁朝真是一個 非常值得我們探究的一個旺朝 他由一個輕盛起來 又在衰落 中間有一個所謂的波蘭狀況 簡單來說 成有蕭遜,敗有蕭遜 蕭遜可以將南朝發揮到 版圖是最遼闊 文字武功頂成 但是亦都說他 而慢慢走去衰落 是啊 他由太平盛世 到一個大的動亂 這是一個大的刺激 大的對比 所以這個歷史是值得我們感嘆的 蕭遜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下次繼續講其他的風雲人物 大家再見 古今風雲日物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